美国侵罗伊拉克等等 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 中国的大陆的国内民族主义分子 他们非常仇恨没有四川大的日本 既仇 既如谁言前那个侵罗那个事 那么中共只要党敢在主流媒体 实事求是的宣传美国 志愿中国抗战的离世证据 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分子将减少于多半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 最近中共高官子女的家人 在美国抬高了当地的房价 我想请问嘉宾一下 他们在中国大陆上的防备 我想他们的到中国共产党人 是他们的人格有问题 还是他们的遗传基因有问题 谢谢 好 谢谢您 四川韩先生 格莱伊女士 的确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 我们都有一个问卷调查 发现中国人民 对于美国来说的 是非常有好感的 那么美国人民 对于中国人民也有好感 当然可能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一定有好感 但是美国人民的确是期待着 看一看中国的未来 它要走的道路和未来的政策 但是我觉得从人民的角度来说 相互都觉得是友善的 是善良的 而且双方都认为 两国都是好人 那么在这个方面 中美两国人民都有共同的看法 这非常好 刚才四川的韩先生提到 他就是说 他从一些其他的途径了解到 就是中国的不少的贪官 或者退休官员到美国来以后 比如说购买房屋等等 造成 比如像洛杉矶 我们知道有一些华文报纸 提到 就是说当地的前中国官员 或者是潜逃的中国官员 那么购买美国的房屋等等 那么我不知道 这个信息 您有没有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没有了解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谈其他的话题 我知道呀 的确呢 这么一些这个事件吧 的确呢 是媒体呢 所报道 关注 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这些事情不单止在美国 在别的地方呢 也有发生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取势 那么这个 来自中国的一些人呢 希望呢 能够要获得 美国的这个科技啊 或者信息啊 那么都是非 是非法的这个手段 要获得这些啊 这个技术和信息 你也知道 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相关的这个单位呢 也越来越多的 放逐了这个资源 找到了更多这样的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再请江西的李先生 来参加讨论 江西的李先生 您好 喂 江西的李先生 您好 您好 你好 我认为美国最关键的是 要改变自己的 生产生活模式 让美国人们 共同平淡幸福的 享受美国的强大 并带动世界人类的 和平平淡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您 接下来再请 河北杨先生来参加讨论 河北杨先生您好 大家好 您好 我看一下我的观点 请讲 我可以说 80%的中国人 都仇视美国 或者对美国没有好感 这跟共产党长期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前 对国民的误导宣传有关 所以说 如果中国不能成为 自由民主的国家 中美永远成不了朋友 好 我的话完了 好 谢谢您 又是一位听众 提到这个 美国的这个 对于美国 不是中国人 中国民众 对于美国的这个 不抱好感 那么跟您 刚才提到的 这个民意测验的 显然结果是 不太一样 那么我想就是提一下 说到这个 刚才两位听众都提到 这个中国民众的 这个仇外心理和 仇美心理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华尔街日报 在最近一篇社会里面提到 就是讲到 因为这个 主办奥运 还有中国这个 近年来这个 高速的经济增长 等等原因 让中国民众的 这个民族自豪感 非常的强烈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外界普遍的 对中国的这个 民族主义情绪 有所担心 那么您认为 这种担心有道理吗 我觉得很重要的 那个一个国家的人民 有爱国情绪 那么当然 这个爱国主义 和这个民族主义之间 可能是一线之差 那么有时候 如果是过度的 所谓爱国的话 那么这就成为了 这个民族主义了 那么我们的确呢 看到了什么一些例子 在过去的这个几年 在中国看到了 这样的情况 看到了这么一种 民族主义情绪呢 这个可以说呢 是这个失控 我们知道呢 这个2005年4月的 这个时候呢 一些这个中国人呢 到街上 这个举行反日 这个示威 同时呢 要这个所谓 要抵制日货呀 等等 这么一些行动 那么当然呢 这个呢 就反映了日中关系 当时的紧张的这个局势 那么我记得 这个 我们知道当时的 这个小权首相呢 去到了这个 建国神社去 这个参拜 那么也引起民众的 中国民众的反感 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呢 要进行 对于这个 公众的这么一些教育 告诉他们呢 这个要发泄 他们的这种 不满的情绪的 正确的渠道是什么 那我同意有一个 这个听众打来的电话说 的确呢 是应该呢 有这些教育的 他们呢 有一个更正常的 这个渠道呢 能够发 这个发泄 他们的这个看法 就不会引起 这种暴力的示威 我们知道 美国总统大选呢 很快就会举行 还有几个月 那么 麦凯恩 美国总统候选人 麦凯恩和这个奥巴马呢 都对各种 议题进行辩论 当然 那在现在来看呢 美中关系 并没有成为竞选的 一个主要的议题 但是 中国的听众和观众 还是非常的关心 那么能不能请你 跟我介绍一下 就是说 您认为 麦凯恩和奥巴马 在美中关系方面 他们的立场 中国政策方面的立场 有什么 共同点 有什么差异 我觉得呢 他们之间的同大于异 那么 无论是 不共和党的 这个候选人也好 民主党的候选人也好 这个麦凯恩 或者是奥巴马也来 都说 这个中国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么同时呢 也非常看重 这个双边关系 他们也希望呢 能够跟这个中国 加大合作 比如说 在这个北韩 伊朗的这个问题上 希望呢 能够找到更多的 这种合作的共同点 那么当然 还有这个全球面对的问题 美中之间呢 都必须面对挑战的 比如说 我们尤其是 在气候变化方面 我们也知道 对于 这个 还有这个 食品安全 缺乏这个 所谓粮食危机的 这么一些问题 那么 我觉得这个 中美之间的 的确需要加紧 他们之间的这个合作 我觉得任何任的 美国总统呢 都会这么看的 我觉得 问题是 那么 除非呢 这个后期 大选 这个选战的后期 或者甚至是 这个总统上任之后呢 我们才能看到 具体的这个政策的出台 我们有时候看到啊 这个大选时候的一些言辞 跟他当选以后的 这个政策之间呢 是有差距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布什总统的 这个情况了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有一段时间 布什在没有当选之前 甚至说啊 这个中国呢 是一个 这个战略的 这个对手 但是他当选以后呢 就没有再用这个 这么一套词汇了 那么所以呢 有两点 一两点要看 第一的